你这次挑的事的逝去 去年你经过一次冬天 所以你知道两轮驱动的还是有问题 有风险是他会滑 我已经开了很小心 他也是滑 然后我有朋友他 就在商场的门口直接转了一个圈 也滑了 这个人是谁啊 不知道是谁啊 怎么这么不会开车 他绝对不是台湾人 欢迎回来的阿文 现在能够在室外拍片的时间也不多了 很快的在下一周就要吓出雪了 然后我今天要快速的带大家跑一趟 在加拿大买二手车 跟私人交车 还有办理的手续 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阿苏 他主动提供这个机会 给我做拍摄 做记录 才能够帮助到大家 刚好阿苏要换车 因为有家庭小孩的关系 希望从小车换成一台大车 这个时间点有点赶 必须在下雪前 赶快帮他们找到一台合格的二手SUV 之前有提到加拿大的车况 如何找车 买车注意的细节 影片的连结我会放在上方的资讯卡 这一集我会比较着重在手续的部分 前几天我才在脸书的marketplace上 找到一台2010年的Honda CR-V 我们的目标是一万块左右 你看看现在加拿大的二手车价有多夸张 八年前的车 这样的公里数 还要这个价格 我也到车主家看了这台车 虽然我们的预算 车龄跟公里数这有点高 但整体保养的还不错 今天就让阿苏试开一下 OK的话就直接交车 在这之前想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个月我使用Surfshark VPN的心得 真的超好用 最大的安心就是在每一次连公共WiFi 我不用担心我资料会被人家盗取 因为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在加拿大就有银行账户被盗取的经验 也是连公共WiFi 第二点是因为我工作关系 我常会有些小受伤 有小毛病不用到看医生可以自行处理的 我都很习惯上Google查 因为台湾网路医疗保健的资讯非常充足 有了Surfshark VPN 我就可以回到台湾的网路上去查这些医疗资讯 还可以得到很多因为地区性限制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Surfshark VPN 对旅居在海外的我 提供了比我想象中还要大的帮助 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需要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 输入我的优惠码 AWEN INCA 获得专属优惠 还有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这值得去用看看 我觉得还是要换学台湾球的 必须 所以等一下的步骤是 先去银行开一个Bank Draft 然后我们再去跟他见面 在AutoPack 通常开那个票要收钱 好像要有一些手续费 转账转不了 然后再跟车主约在一个AutoPack 然后先让你试那台车 因为前面是我看的嘛 可以逃跟自己AutoPack交车 买保险然后换车牌 车牌的号码可以自己跳 前去也好后去也好 都会花有力可以跑出来 你是前驱的话 你必须准备一个产 对对对 我记得去年出车库前 一定要拿个产 对啊 就在那边敲 我去年还没有车 可是有帮私有交付 首先我们要怎么付款 因为这个金额有点高 一般银行会设意一个 转账的金额上限 所以通常我们会开票 我们开的这个是Bank Draft 翻成中文就是银行的汇票 如果买家开Check 对卖家来说是一个 比较大的风险 万一买家的账户没有这笔钱 支票就会跳票 所以如果大家有车 过一阵子后要卖车 建议跟买家到银行 让卖家开Bank Draft 这也是有银行担保的 就能确保对方是在 有这个钱的情况下 跟你做交易 那再跟私人买二手车 需要什么文件 当然我们买家要带驾照 那另外这个过程中 还会需要 Bail of Sales 也就是买卖合约 Transfer of Ownership Document 简称TOD 也就是蓝色的那张 Insurance 在这边每一个人 拥有这台车 都需要有的 Insurance的证明 你在买车后 你也要办一个Insurance 你也会有一个 新的一张这个蓝色的单子 这个单子就要一直 放在你的车子里面 再来是Certificate of Inspection COI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Safety Safety是这台车的车主 在卖这台车之前 他必须先通过一个测试 这台车的行驶跟安全上面是符合最低的标准 才能卖出这台车 在买车之前 你一定要确认这台车的车主 有做过Safety 后面这三个文件都是卖车的人准备 在买车的同时 你也买了下一年的保险 一般是一年缴一次 可能会因为你的工签关系 你可能变成继父或是岳父 反正这都是在交车过程中 会完成这个保险的手续 选车牌 这就是交车的过程很简单 主要在交车之中 一定要亲自开过一遍 观察车主的态度 不要因为主观意识而影响客观的判断 像在这台CRV之前 我还帮他看了另一台 我们都很喜欢 车子看起来也很好 但一开完全不对 方向盘松的 刹车刹不住 冷气还坏掉 车主态度也乖乖的 买二手车本来就有风险 一定要谨慎 希望最近在看车的朋友 都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车 因为冬天要来了